今天,想把這裡的四瓜呢,做一個盆架給牠 那,因為我也不知道牠會長多大 但是,我先把這個地方,呃,等一下做一個建 好了,我們現在要開始去收集材料了 收集材料,我這邊主要的材料就是竹子 竹子是不用錢的 因為我們有一大片的貴竹林 那,只要你想要幹嘛,你就到貴竹林 去砍個幾隻,回來就OK了 那,今天我們就進到貴竹林這邊 選擇你想要的材料 那我正常來講,都是先選擇會影響我的地方 先砍了 好了,我今天要繼續砍了 這就是從竹林拉出來的竹子 這就是等一下呢,要做工法的,搭盆架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呢,先把所有的材料先拉出來 等一下我們再一起來製作 這三根比較細的呢 所以我們等一下做盆架的,橫色的一個資料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等一下我們再繼續拍我們製作的一個過程囉 哈囉,大家好 好熱的天氣 滿身搭汗以後 絲瓜盆終於搭好了 啊,真的是 我這次搭的方式呢 是採客家人的方式 也就是竹子是不修的 就直接把它掛上去 當然我還是有稍微修整一下 免得走路的時候被掛到 好了,這就是我的絲瓜盆 今天已經完工了 到此告一個段落 下次再見囉 請你再次準備好 請你按下 你按下 有這個按下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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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